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在深夜的时候我临时赶攻出来这支影片 主要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这个魔剑式的PVE技能可能要做些调整 我直播上说的方式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的玩家 那是哪一招红技需要做调整呢 答案是以太武器王牌 那这个技能在韩版的玩家小干特跟仲奇大大 他们昨晚的测试 他们分别在学习前后各做了两个小时的独立测试 测试之后都产生了一致的结果 答案就是学习之后会明显的增加刷怪量 然后我先讲一下他们的以太武器是零等的 并没有升级 所以这个影响并不是攻速上面的影响 而是单纯在无视定律回避这个属性上面 在PVE上产生的差距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学前学后的差距有多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学习前的刷怪量 上面这张图片一小时他的账号可以刷1725只 然后学了以太武器王牌之后 他一小时的刷怪量来到了2134只 差距有400只怪 这个已经不是一般误差的差距了 所以代表这个技能着实有影响到PVE的属性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仲奇他的机体本身近距离的命中没有到非常高 所以造成这个结果 如果在近距离命中非常高的情况下 你学这个技能学前学后可能差距不会到这么明显 好啦那对于这个测试结果 我觉得魔剑式的PVE红技能可能好像也不能做什么筛选 只能看个人的喜好跟你的机体来决定你的技能选择 OK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或者私讯我的官方LINE 我们直播上再见咯 大家拜拜